我想真正的安全感 其实是来自于主的同在 因为在这个 在马可福音第四章这个故事 接下来 就一个非常棒的Ending 有一个峰回路转的一个感觉 其实我好喜欢耶稣 祂在这个船上能够睡得香甜 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都非常需要这个祝福 就是说外面的风浪很大 可是其实我们睡得很沉 约洛斯丁牧师曾经这样讲过 他说你可以人在暴风当中 却没有让暴风进到你的里面 Amen 我觉得这很棒 其实如果我们当中在 我们在面对经济的难关 在遇到家庭的危机 或健康上的挑战 确确使我们人在风暴中 可是我们却像耶稣一样 在风暴中 我们仍然可以睡得着 所以箴言第三章24节这么说 他说我们躺下必不惧怕 我们躺卧睡得香甜 其实这个是我很期待 每一个我们生命当中 如同你所说的 风暴是难免的 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 困难挑战都是 以前有一本书上说 神未曾应许 天色常蓝 对不对 就是说我们生活当中 常常会遇到这些挑战 可是仍然知道 我们躺下去的时候 可以睡得香甜 有一个非洲星巴威裔的 一个加拿大的企业家 这个叫迪利娃尤这个人 那他就讲一句话 他说对一个信心很大的人 风暴也像晴天 对一个恐惧很深的人 这个栩栩的微风 也像是大风暴 所以其实我们 我们看待事情的角度 其实跟我们内心里面 我们在一个对神很大的信心 还是在一个很深的恐惧里面 这个会决定 我们看这个风暴 也觉得云淡风轻 也觉得会的 我们会克服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很难 但是会度过去的 会胜过他的 需要一个对神的信心 在我们里面 就是让我想到 Bill Johnson牧师也这样讲 他说你要想象一下 耶稣可以在这个风浪当中 甚至这样说 他整着枕头睡觉 你里面要有多大的平安 你才能够在 风浪当中安然入睡 意思是说 因为一般人都是失眠 对 意思是说 在耶稣里面的平安 是大过他所面对到的风浪 所以他也这样说 他说 什么样的风浪 你可以安然入睡 代表你里面的平安 已经胜过那个风浪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我们人生的追求的目标 其实不是外在环境的顺遂 跟安稳 我们要追随的 我们要追求的 其实我里面的那个平安 要永远大过 我所面对到的任何的环境 Amen 如果进一步去探讨说 耶稣睡得很香甜 那其实好像你刚刚说的 Bill Johnson牧师说 这是一种那些里面 很深刻的平安 也是一种 这种平安是来自于 很大的信心 对神很大的信心 知道说 耶稣就在我的船上 耶稣就在我的家里 耶稣就在我生命中 耶稣就在我事业当中 耶稣就在我财务当中 Amen 所以我可以非常非常的安稳 所以耶稣在我船上 我就不怕风浪 这个是一个诗歌 儿童的诗歌里面所说的 但是我其实在读至圣经的时候 我常在想一件事情说 耶稣真的有睡吗 因为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坐过船 就是那个船在海面上走 其实就算是 晴空万里的情况下 那个船都会 一直晃动 其实我自己到 那个澎湖去玩的时候 那个在岛到岛中间 明明风平 也不能说风平浪静 就是不是说有大风大浪 我已经觉得 人已经晕船晕到不行了 那很多人都说 他们其实去什么 兰语玩 去马祖 绿岛 都是坐船的时候 就是吐 一直吐 一直吐 那更不要讲说 如果那风浪很大的时候 而且圣经上这样讲说 那个船都要满了水 你就想一件事情 那个耶稣躺在那个船那边 然后他的身体可能也失掉了 他泡在水里了 怎么可能会睡得着 我就一直在想 怎么可能耶稣会真的睡着 会不会耶稣其实是 在考验他们呢 或者是什么样的事情 但是我想到一段圣经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 在我风浪里面 耶稣睡着了 那就是那些门徒跑来 摇耶稣说 耶稣你赶快起来 你赶快起来 你赶快救我们 我们快要上命了 可是诗篇一百二十一篇 第三节 第四节这么说 他说 那我这么相信这件事情 我相信耶稣并没有真的睡着 因为我相信 我不知道 当然我相信他在地上 因为他是百分之百的人 他是百分之百的神 他当然需要睡觉 他当然会累 他当然会饿 但是我相信一件事情 不管怎么样保护我们的神 不会在我们的风暴中睡觉 阿们 我觉得这个 他保护我们的 他不会摇动 不会睡觉 但是另外诗篇一百二十一篇 第七节 第八节 我们刚刚读第三节 第四节 第七节 第八节 我也很喜欢 他这么说 耶稣要保护你 免受一切的灾害 他要保护你的性命 你出 你入 耶稣要保护你 从今时直到永远 所以他不会打盹 他不会睡觉 他会随时与我们同在 他会保护我们 所以我觉得这个 真的带给我们一个 很大的信心 很大的安慰